2008年的燕兆门风波,闹得满城风雨,陈冠希为了兜底,已宣布从娱乐圈退隐,回顾陈冠希早年的情史,可谓是猛料众多。 他曾与多位女星都有过亲密交集,不过在此之中,有一任女友一直被陈冠希另眼相待。 在燕兆门之后,他无疑也是唯一独善其身的一位,他就是唯一被陈冠希公开盖章的女友杨永晴。 杨永晴出生在1987年,虽有家事显赫,父亲杨超成是圈内有名的商业巨额。 一度被委认为东华三院的主席,旗下产业更是涉及面积广,包括珠宝、眼镜和投资公司等不同领域。 他的大伯杨寿成是知名娱乐公司英皇集团的大老板,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可谓是只手遮天。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长大,杨永晴一直被誉为是,闲着金汤匙出生的公主,不但长相貌美,气质出众,而且一路走来享用的是超一流资源。 为了让女儿接受最为优质的教育,后期杨超成将她送往海外留学镀金。 而彼时的陈冠希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,在俘获一大批粉丝芳心的同时,她的不俗魅力更是让不少女艺人为之沦陷。 当时,陈冠希的绯闻更是铺天盖地,心欢旧爱可谓是无缝衔接,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她与阿娇的恋情。 作为同为殷皇力捧的新人,阿娇与陈冠希之间很快滋生出爱的火花。 阿娇对陈冠希更是一往情深,难以自拔,只是陈冠希在一边与阿娇情意绵绵的同时,还与其他女性抱出恋情。 从陈文元到邓丽心,足以看出陈冠希是名副其实的芳心纵火犯。 不过在浪荡的公子也会有想停泊靠岸的时候,遇到杨永晴之后,陈冠希便迅速与阿娇斩断情思,与杨永晴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恋爱。 2006年10月,媒体拍到陈冠希与杨永晴在洛杉矶街头甜蜜拥吻。 当时的杨永晴年仅19岁,即便身边不乏异性的庸俗,但是见到俊朗帅气的陈冠希,他也是难以抵抗。 两人很快爱得难舍难分。 不过按照陈冠希的作风,即使被媒体逮个正着,他也不会贸然承认两个人的关系。 没想到此次被曝光之后,陈冠希一反常态,承认了两人的恋情,其杨永晴正派女友的名分。 在官宣恋情之后,两人便开始高频秀恩爱模式,陈冠希直接把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作了撒狗粮基地,经常与杨永晴隔空示爱。 热恋期间,陈冠希还带着杨永晴出游日本,享受甜蜜的二人时光。 两人拍拖期间,杨永晴还没有完成学业,一直在美国读书,所以两个人需要经历异地恋情。 为此,杨永晴特意送给男友一个小巷玩偶作为信物,而陈冠希死后,不管去哪里,都会将这个玩具小巷随身携带。 可见对杨永晴用情至深。 2007年1月,陈冠希出席活动时,更是表示,自己目前全力打拼事业,等到赚足了2000万美元,便会风光迎娶杨永晴。 同年,陈冠希还参加了台湾综艺《康熙来了》。 在节目中,陈冠希还透露,杨永晴和她遇到的女孩都不一样,很多女孩接近她,是仰慕她的名气,而杨永晴是单纯喜欢她这个人,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。 总而言之,从陈冠希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,杨永晴在她心中的重要性,也让她有了想要收心的想法。 两人热恋期间,陈冠希有拍摄私密照片的时候,在此过程中,两人也曾谈及,倘若照片被曝光之后的情况,杨永晴为此深感不安。 为了让你有安心,陈冠希特意将照片删除,不让她产生忧虑。 过了半年之后,燕照门事件意外发生,当时陈冠希的电脑出现故障,派助手去维修。 在修理过程中,工作人员偶然发现陈冠希电脑中的私密文件夹,点开一看,都是她与不同女性的大尺度照片。 在想要出名的驱动心下,此人将这些照片悉数拷贝,而后导致这些私密照被广泛流传。 此事在当时引发外界轰动,被牵连其中的很多女性都成为争议对象, 其中包括张伯芝、阿娇与陈文元等。 当然,杨永晴也没有置身事外。 一夜之间,陈冠希成为众人讨伐的对象,遭受了势头猛烈的网络暴力。 事后,阿娇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致歉,当时已经与谢霆锋组建家庭的张伯芝也是如坐针毡,被网友肆意嘲讽。 好在谢霆锋一家人选择公开维护张伯芝,将苗头对准了泄露照片的人。 陈冠希为此自然是星途尽毁。 为了平息舆论风波,当时的陈冠希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,向公众公开表示歉意。 同时宣布自己会无限期退出娱乐圈,而后便奔赴国外隐姓埋名的生活。 眼看着陈冠希身陷桎,终身都难以翻身,外界也纷纷唱衰她与杨永晴的感情。 只是在这个关头,杨永晴并没有选择离开,而是选择默默陪在男友身边,帮她平稳度过低谷期。 只是燕赵门事件公然惹怒了杨永晴的母亲与大伯,毕竟杨永晴的照片也被曝光,让整个家族无疑名誉扫地。 事后,有记者专门采访了杨超成,特意询问她如何看待女儿与陈冠希的恋情。 杨超成则淡然回应,女儿还小不着急嫁,看来对两个人的恋情不予支持。 杨永晴自幼在家人的庇护下长大,势必会考虑到长辈的意愿。 为此,她与陈冠希的恋情也面临阻碍。 想来,杨永晴也有自己的考量,毕竟爱情并非人生全部,心情也同样重要。 据媒体爆料,当年陈冠希一度向杨永晴求婚,结果却惨遭对方拒绝。 陈冠希万年俱灰之下,一度想要割腕自杀,所幸最后是无大碍,即便遭受拒绝,但陈冠希依旧真心不变。 在2011年,陈冠希再度做客《康熙来了》之后,她也细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很爱杨永晴,会和她一直走到最后。 结果好景不长,两人在同年5月份便宣告分手。 这段长达6年的感情,也就此画上句号。 据媒,与杨永晴分手之后,陈冠希一直悲伤到难以自已,直到11月份心情得到平复后,她才对外宣布分手消息。 而另一边,杨永晴在与陈冠希分手之后,几乎与对方完全划清界限,甚至连社交账号也正式取关。 此后的她则不理情势,专心在美国读书求学。 相比情绪平稳的杨子琴,另一边的陈冠希则花费很长时间自我疗愈。 当时她在参加活动时,依旧带着两个人的定情手镯。 为了挽回旧爱,还曾为对方写歌,只是失去的爱情俨然无法重来。 如今,陈冠希遇到了现任爱人秦淑培,索性的是,一直内心漂泊不定的她,在秦淑培身上找到了归属感,两人感情稳定,小日子过得甜蜜惬意。 2017年,秦淑培还顺利生下女儿恒利亚。 就这样,陈冠希成功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,可以看出她也乐在其中。 陈冠希总算走出往日的阴影,步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。 而另一边的杨永勤也开启了人生新篇章。 因为一次活动认识了年长两岁的黄千和。 当时的黄千和在一家投资公司担任总监,杨超成对女儿的选择甚是满意,认为对方睿智稳重,值得托付,声称女儿与她在一起很开心。 2020年2月8号,杨宇晴与黄千和在香港举办婚礼。 33岁的杨永勤终于嫁作人妻,从晒出的照片来看,黄千和本人高大挺拔,形象俊朗,与杨永勤看上去十分般配。 婚礼上的杨永勤明艳可人,笑容灿烂,被无尽的幸福所包围。 如今的陈冠希,杨永勤也算是各自安好,都有了彼此的幸福人生。 往日的情爱纠缠也一定消失在岁月里。 每段遇见不一定有结果,但是一定有意义,只要珍惜爱过,便无愧于心。 这里是洞见人物,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,欢迎留言,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,我们下期见。